字幕 欸上次真的有小粉紅來嗆家你知道嗎 他說你說車就說車 說閘門煙水幹什麼 小陳也不關你們 他講案例啊案例好不好 這個又有個案例 大家好大家好 來大家好啊 我記得這一次有一個還蠻精彩的案例 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這個他媽的真的是 那我先說一下那個01的文啊好不好 昨天那個晚上有 我跟你講我眼線很多啦 欸不是眼線啦 老朋友很多啦 潛伏在各大論壇網站裡面 只要一有人說我什麼壞話 我就開始快點告訴我通風暴信 昨天晚上在那個小惡魔靈衣 就有人在問啊 他說小吃真的那麼神嗎 是不是 有沒有跟小吃買過車的經驗 這樣 可是其實喔 我坦白說因為我這一陣子以來 不是前一陣子負能量爆表嗎 有沒有 其實現在負能量也沒在多落 每天都是慢慢爆表 我跟你講跟泰山在一起 你不要想阿媽的太陽光多普照啊 每天都頭上會一團紫色還黑色的東西 那邊糾纏在一起 啊反正最後那個影片跟視頻救了我 我覺得有人會去提到這個問題 我都覺得很像想要挖一點八卦出來 那其實我覺得在前一陣子 PTT的文章也是這樣 就是會有一些人很故意的 刻意的想要 反正就是要把你洗到說 讓人家覺得說喔 幹啊小吃真的那麼屌嗎 怎樣啊怎樣啦 那反正那篇到最後炒視頻跟影片隨便 我都ok啦好不好 只是說我覺得漸漸的喔 有感受到蠻多人 其實大家都見烈心情的感覺 對就是一直想要挖坑 一直想要挖坑看有沒有挖出點什麼東西 想要知道黑歷史喔 我就出來選選市長選立委就好了啦 好不好我一出來選 你媽的論文用抄的幹還是什麼 我沒有寫論文 所以我沒有論文可以挖 還是有去喬東喬西的啦 收一些黑錢的 一下就被挖出來了 我講真的我沒有那麼彈心 我覺得其實依現在 現在其實已經有點不快樂了啦 我是覺得說應該要維持在一個這樣大家同樂 我們開個直播 就這些人大家聊聊開心 空槓網有受了 我現在都不是空槓了啦 我跟你講有沒有 對小姐都出來指控了 他是妮可還是安妮還是什麼都出來了 我是覺得喔 太不要說紅啦 我是不覺得紅啦 就是太引人注意 我覺得不是什麼好事 我覺得剛剛好就好了 啊我們拍拍影片分享一下開心的東西 那有人說喔小獅我跟你講 我在俄羅斯我都看你的影片 喔小獅我都在大陸看你的影片 喔小獅我都在哪裡看你的影片 哇你的影片是我的精神糧食 我們看到是很感動啦 啊可是喔我講實在話 有時候對我們來講喔 錢還是最主要的嘛 講難聽一點 幹你看到小獅那麼紅 小獅你還是要加2萬跟我買 加3萬跟我買啊對不對 你會因為小獅未借了你的心靈 你就賣我便宜一點嗎 不會嘛對不對 啊你來小獅現在買車 你也是殺價啊 刀拿了就砍了啊 我覺得有時候這種東西 每天都有在接受這種東西 我們覺得紅不紅是其次啦 啊真的影片可以散播歡樂 散播愛 我覺得這最棒 啊我們過得了生活 對不對 啊你看得開心 我覺得就很好 對不對啊到底不至於 說到喔我 我來講小獅 我都有給你訂閱喔 你要給我比較熟 我有給你按讚喔 我有給你分享喔 小獅我你的粉絲喔 你有美娜智傑嗎 你聽懂我意思嗎 有時候我覺得 反而喔看的人多的時候 就會有這種東西啊 我們當然不能講這種話啦 每一個喜歡我們的影片的人 我們都很開心 齁那你有幫我們訂閱 那這是最直接鼓勵我的方式嘛 對不對 我沒有給你收錢啊 你也沒有六錢給我啊 不是阿媽訂閱就幹死人了 你知道嗎 齁你要齁 不要我比較熟的啦 齁我不要給你看公告了喔 拜託你不要看 你廣告最好都不要看 都把它跳掉 都把它擋掉好了 干我屁事喔 幹人家錢都不是我在收的 啊我是比較不喜歡那種 我媽講話講到那樣 好像很好聽這樣喔 喔你是我的媽糧食 喔喔喔喔喔喔 你是我的 喔那是花朵 啊也很多人在讚啊 啊其實我覺得 有些人喔 他有看到我影片當中的含義是最好 我沒有要你一定來跟我買賣 當然哪裡好價 哪裡的交易是安全的 都沒有問題 我的人生月曆在這兩年 我跟你講經驗值一直提高 一直升等一直升等 有沒有在家練功 有沒有不用在線上自動練功 有沒有我每天都在練功 一直升等 所以有時候我們也是會很難過 很失望 我們的失望會覺得是說 啊我們剛剛藉由這個 一些管道 然後大家認識 也不要說認識啦 講到那天也不要看過了啦 你敢看過我 你跟他 喔喔喔喔喔 電視上的小師 你也沒看過我啦 啊所以我是覺得說 可是我們拍出來的東西 大家喜歡看我 其實我就很開心 我前陣子一直在面試人 因為公司缺人 那其實很多是抱著一種 我看你們在影片上面好像很開心 很開心耶 所以我想要加入你們的團隊 可是我每個來面試人我都講 這個背後真的很辛苦 你每天在被人家打悶棍 你就算你不想要賣這個急掰人 你還要好生好氣的說 啊沒關係 你慢走 講實在話就是這樣啊 但我相信其實來我店裡面 跟我們有交易不管買車還賣車 大部分的朋友都是很棒的 欸好案例啊案例啊案例啊 講一下案例好不好 這個案例喔 我不方便PO在外面給人家看 這個受害者他因為他有把店名 什麼都PO在網路上 我就不PO給大家看是哪一篇 那我簡單的講一下這個過程 我現在在看他的文章 啊這個他有PO出來的文章 這個就是簡單的講喔 他這個人他網路上找代表 他本來找了一台 他在網路上看了一台車子 很便宜 他就要去看的時候 對方跟他講說 這台車賣掉了 經過一番交涉以後才知道 原來他們是這個做代表的 然後收8%的服務費 我一直跟你們說代表要注意 好啦最後他就去填了一個 委託購買契約書啦 他意思就是說這個 他委託他的金額 比如說是51萬 然後付了3萬的保證金 然後他要買某一台車 那就請對方去幫他標 那價錢的倫局 他說51到53左右的價格 好啦反正他就繳了保證金了啦 好結果最後齁 對方的一個服務人員就 打電話給他告知說 得標是53萬8 然後就叫他匯款過去 然後加上一些什麼 稅金啦 拍訂的費用啦 拖車啦 8%的稅啦 總共匯了57萬多喔 本來是買他一定53萬8 然後他匯了57萬多去 好然後最後 現況交車嘛 這車交給他後面有什麼問題 他就不管了 好啦重點來了喔 這後面有重點 這後面的重點是說 他後來齁 這個消費者他有去查 實際上得標的金額應該是 51萬多 不是53萬多 他認為說他在這個車架裡面有灌水 然後他就去提告了 他告他詐欺 過了一陣子收到了判決書喔 不起訴通知 不起訴喔 他有收集的資料說 明明那個得標的就是51萬多 可是他卻跟我說53萬多 然後他說這樣子他有灌這個灌水 因為他是抽裡面8%的擁擠 超屌 我可以跟他們講 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不起訴 處分處 屌了吧 他有說原因 不起訴書的內容是說 他說對方說 他查到51萬的這一台 不是他賣給他的那台車 兩台車是不一樣 所以中古車是一個車況一個價錢 不同台車啦 你知道嗎 他說這個消費者去查到這個51萬多的 跟我賣他的53萬多是不同台喔 後來他賭籃 車主又去查到引擎號碼 跟車身號碼 確實就是同一台車 他又舉證喔 他還把引擎號碼 車身號碼都找出來 然後過一陣子 又收到了 新北市檢察署喔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不起訴 第二次的不起訴喔 然後他想說 我就已經查到51萬多 然後引擎號碼車 你上次說不同台 他說對方說不同台 他現在已經跟你確認號碼 都是同一台了 為什麼還不起訴 大醫師這樣的 他說因為喔 競標作業跟這個收款的人 兩個不同的人 所以跟他說53萬8的人呢 不知道 得標是51萬多 然後因為51萬多 有去加上一些規費 手續費 所以變成53萬8 所以不起訴 因為分頭進行嘛 他雖然他說買到51萬多 然後可是他有加一些費用 然後轉交給服務人員 說是53萬8 然後他就跟他說53萬8 所以是這個溝通上面的問題 雖然是51萬多得標了 但是最後有加上一些費用 就變成53萬8 至於加上什麼費用 他只有寫說手續費跟規費 所以是53萬8 他說服務人員 誤以為53萬8是得標價 所以會有落差 不算是有心詐欺 結案 呵呵呵 結案欸 現在的問題是說 他的8%是那個 以你得標的價錢 所以對方跟他收的價格 是53萬多去乘以8% 可是他標到是51萬多嘛 所以正常應該是51萬多的8%才對啊 對不對 我現在與其不管 你有沒有在這個得標金額上灌水 與其不論 但是當初意定的這個 待拍的手續費 就是以拍定的金額的8% 所以51萬跟53萬的8%就不一樣了 反正喔 我是覺得有一點點小離譜啦 就是可能檢察官新北市太忙 然後第二個是說 我之所以不去讓大家知道是哪一個 是一個是他裡面有寫出這個代表的業者 那第二個是說 現在在法律上這個店是沒有問題的啊 因為人家不起訴就是沒有問題 對不對 我們要站在法律層面上面看是這樣 所以我們不能去說別人怎麼樣 只是說我們可以去探討一下 這當中出了什麼差錯 反正我覺得這也許是他 剛剛有人講撞子寫的方式 舉證的模式 或者是說你告他的條文 不對了 應該是要找 要對法律比較了解的律師 再去處理這個可能比較好 那你自己可能當中有一些差錯 但是在我的理解上面起來 當然我聽起來是覺得有一點誇張啦 反正無論如何啦 我就是跟我之前跟大家講的一樣 就是說我們今天如果要去請人家代表的時候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還是建議說 因為坦白說後來他那台車買的價錢 加上那些手續費 我不認為 我覺得跟你直接去車廂買的價格差不多 甚至沒有比較便宜 我們現在與其不論車況怎樣啦 但是我就覺得沒有比較便宜 跟大家講你要買外衛車 你要買代表車 你為什麼不去找一間好一點的 境遇好一點的車商 然後你看得到東西 確實他的金額是多少 那你來直接跟他買就好了 你可以試車你可以看車 我很久以前我就講過了齁 我如果做代表齁 我跟你講我真的生意做不完 我如果做代表我生意真的接不完 我如果齁真的想賺錢的話 我去做代表就好了 以我現在的一點小小的知名度 我跟你講 我就每天他媽睡在開賣場就好 你們信不信 而且是什麼空手奪白刃 你知道什麼叫空手奪白刃 不用付出成本啊 欸錢都先收的呢 然後標到馬上錢就要會來 你知道啊這個就這樣 你先3萬保證金先給我 叫我幫你標起來什麼車 然後我傳了一些資料給你說好 可以我要這一台 然後我就去標 標到以後我說欸 標到了欸錢會來 一天內24小時內錢就要會來 而且更誇張的是 他是直接叫你會到開賣場裡面 我根本連金流都沒有 對啊就是買空賣空啊 空手奪白刃啊 真的我也沒有金流啊 更不要講媽要不要繳稅 我就說我如果做代表 這媽標不完 我真的標不完 有多少的訊息傳給小師說 小師你可不可以幫我找一台什麼車 小師我想要找一台什麼車 我就只要跟你買你去幫我找 我相信你你幫我拍 我大部分都是回絕 我就說我真的要賺這個錢 真的賺不完 但是喔為了這個錢喔 失去人與人之間的信賴 我覺得是比較損失是比較大 我所謂的信賴不是說 你跟我買的代表車 你就會不差小我 不是喔 代表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 他是不保固的 不提供保固的 甚至他有一些叫你去保保固鞋 他是把你往外推的嘛 把你售後保固是往外推的 所以你跟我等於是我幫你標完這一次 你以後跟我都沒有牽連 沒有啦可是不是說全部啦 我還是要補充一下 我們人喔在網路上 現在隨便也有個幾百個人看 對不對不能亂講話 人家現在就是不起訴 然後第二個就是 我也沒有要針對任何代表 我只是覺得說 這是他們維持生活的生存的模式 那我站在消費的立場 我當然是建議大家說要挑選好不好 你要經過挑選 然後也很多人在問我啊 說小事你為什麼都不賣十萬元以內的車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 我說我們收一台車幾萬塊 像Yaris算高了啦 我隨便講一台五六萬的車 隨便收回來 我整理過後 隨便又再花個三五萬 然後賣呢 又要賣個十幾萬 然後被人家靠腰說 幹小事的車好貴 你也知道說我們車子太用工 我們也不敢不好意思賣人家 那我與其賺那個一點點錢 我不如我現在十萬 我跟你講我跟大家講 我現在十萬塊以內的車 我就留著做公益就好 做公益總沒話說了吧 對不對 讓你們自己去標啊 我錢都捐出去 總沒話說了吧 那我何必去賣那種 十萬元以內的車 然後惹了一身心對不對 因為畢竟那個是有年紀的嘛 那些便宜的車 三萬五萬 你們在FB看到一些代步車 三萬八五萬八 我說穿了那個車就是沒有整理嘛 沒有整理 賣三萬八五萬八交出去 賺沒什麼錢 一萬兩萬還是三萬 還是五萬八全賺了 然後出去媽媽你車壞掉說 小事賣我的車好爛 啊我幹嘛去做這種事情 我就不要賣就好了 啊也有些人會說 小事哥那很簡單嘛 那你以後齁 你就賣這個便宜的車 十萬以內的車 然後你就拼命的 說欸這沒整理喔 再來回來現況 我就賣給你喔 到時候你沒那麼簡單 就跟相愛一樣 因為你跟小事買你會有期待 期待不是土材的喔 你會覺得我跟小事買的車 雖然他跟我講沒整理 結果回來車很爛 還會漏油 你還是會幹癢啊 我去小事那邊買一台車 媽的爛車 媽的會五萬八不是人喔 花六萬八買的就不是人就對了 對不對 花六萬八媽的 就一定要車漏油就對了 對不對 幹小事賣我的爛車 對啊 我幹嘛去躺這渾水 拿出來做工藝 還可以做好事欸 人家給我比個讚 啊幹嘛賣一台便宜的車 啊又賺沒什麼錢 啊給人家唾棄 我覺得這樣就不好了啦 所以後來我就全部齁 我本來以前有十萬以內的車 我全部都拉掉了 我就把十萬元以內的車全部拉掉 我就覺得以後有機會 我就每個月做一台拿出來做工藝 啊大家開心 啊想賣便宜的 他也覺得說啊 小事他也知道小事一毛錢都沒拿 對不對全捐了 幹不用錢的 總不會幹癢我了吧 沒錯吧 我做工藝捐出去 他不用錢總不會幹癢我了吧 還是會 幹做工藝還是會被幹癢 幹泰山也蠻硬暗的喔 被人家嫌自仇就對了 你自從被嫌自仇以後 你就他媽的懷疑人生了就對了 不行啦 我跟你講專賣不整理也沒有用 我在三年前我去日本考察的時候 日本就有這樣的店 他真的整廠的車你一進去 每一台都是不整理 都沒有整理喔 那有的打開喔 幫他煙味鋪皮喔 有的打開裡面還有飲料罐什麼的 真的他那個並不整理 就是真的完全不整理 連美容都沒有 我就大開眼界 我說哇 這個車裡面這麼髒亂 就這樣直接就可以賣喔 對啊我們就跟客戶講啊 這我們就是賣便宜 車就是都沒整理 連美容都沒有喔 真的我們打開裡面還有煙灰缸 還有煙灰 還有那個飲料罐裡面都有 都沒有整理 車上的私人物品什麼都丟著 他說我們這就是賣不整理 阿如果我那時候想說 幹這台灣一定不行 你知道為什麼嗎 在台灣你如果要做不整理 只有一種方式 就是你車回來你已經整理好了 然後放在場上 然後跟客人說 欸你看 都沒整理 你看多漂亮 門打開 哇還有香香味有沒有 在台灣就變這樣了 已經先整理好 然後跟你講說我沒整理這樣 這車主我跟你講喔 他原本是空姐 那你知道最近因為航班減少嗎 疫情的關係 所以他就沒錢 收入不夠 對不對 繳不起貸款 所以就忍痛賣出來 你聞看看 車上還有香香的味道有沒有 有沒有聞到那種 飄洋過海的那種味道有沒有 空姐的 裡面在丟兩雙 皺皺的黑絲襪在裡面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你看我們真的沒整理 你看他的絲襪還在車上 有沒有 這樣是不是大家更想買 想像空間多大 你看 我覺得現在最流行的 就是在FB上面找車啦 那FB上面我跟你講 我先預設立場 我不是說車商的車動不好 好不好 我預設立場說 你想在這個 FB上面找到真正自售的車子 其實像我們逛FB久了 從這個他的照片 他拍照的角度 跟他取景的位置 跟他說明的方式 你大概就可以找到一些脈絡說 這個是車商的車 你們知道嗎 我這樣講啦 有同感的到時候打加一啦 FB有一些照片 你有沒有發現 都在一些大樓前面 他們喜歡在一些大樓 有的門做的很氣派 大樓前面拍照 馬路邊大樓 有樹 林蔭大道這樣 社區的那個大樓前面 照相的有沒有 有沒有看過這種照片 還有一些在那種 像是停車場 磁磚的那種空地有沒有 我跟你講你看到那種 有沒有那個 還有他的角度 對他講45度角 低拍 角度要低 對豪宅前面 對對對 你去看那種 那種車商的啦 沒什麼好講的啦 八九不離十啦 再強調我不是說車商不好 好不好 我是說假設你們要去判斷的話 你去 從照片上面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還有第二種 你看那個FB的頭貼 都是像網美的頭貼 網美的頭貼那種 欸 眉毛這樣啊 眉毛都是這樣 八字眉一種很粗的 有沒有 眉毛都是這樣 很粗的 跟他蠟皮小心一種 有沒有 很近這樣 看起來像 我沒有講苦瓜喔 床 有沒有 床只要那個卡一個 就閉開 一塊一塊 可以拔下去 那種的 那種都 有一點點 那種感覺 拍照角度都差不多 對 那下巴 尖到 他如果那個 東西掉了有沒有 低頭 刺到自己胸部 就死掉了 下巴有沒有 下巴尖啊 有沒有 調的很尖有沒有 東西掉 操到自己 真的啦 那種喔 我們藏在網路上面看 那最後就是看他的說明 說明裡面喔 也是 也是會有很多 就是他的那個車輛的說明 什麼 什麼 幾月 什麼更換 什麼東西 改裝品什麼 寫的 比如說什麼 他那個說明很會說 就像我剛剛講的 什麼空姐用車 怎樣怎樣啦 有的沒有的 有一些關鍵字 其實從一些那個東西上面 就可以看得出來 我覺得 正常人 你的說明 其實有一點沒有 沒有辦法這麼豐富 沒有辦法這麼豐富 就是你可能會寫的很生活化 你會寫的很平息 你不會有過多的那種 好我們先假設一個 假設我要找自售對不對 我是一般消費者 我要去找一個自售 那他的說明寫得很油條的時候 這個車我一定不會去看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就算他不是車商 他真的是自售 我也覺得說我會被他騙 為什麼 他這個人對車一定很了解 因為他的說明寫得好像很厲害 他的車很棒 有沒有 他的車好像寶貝勒 就覺得差不多可以當 傳家之寶那種感覺 我跟你講 媽我每個禮拜洗車 我覺得就算他真的是自售 他會去講這些東西 你就覺得 我就覺得他要買很貴 像我回訊息比較慢對不對 那都會有一些打電話進來 想要比如說想要孤車 我只舉個例子 我沒有別的意思 所以我們裡面小姐 都會大概詢問一下說 你的車請人跟你回電 你的車是幾年的 什麼車跑幾公里 什麼對不對寫一寫 對不對 然後寫完以後他會交給我 然後我常常就收到那個小紙條 我們快去就拿小紙條給我就看 那我13年什麼車跑幾萬公里 然後旁邊就會多兩排 女用車 車庫車 一手車 原廠保養 然後我一看就知道什麼你知道嗎 這一定是客人自己說的 因為會計不會去幫客人行 我們服務人員也不會去問這個問題 說你是不是車庫車 你是不是一手車 你是不是原廠保養 我們不會去問這個 所以會計會寫上去就是什麼 客人自己講 那當然不是說 每個人賣給我們都要賤賣 我是覺得說 反正東西本來就是有他的行情 講難聽一點你比了三千都沒有 你想要有價格對不對 有可能他就是沒有那個價格 只是說有些人會超出他的預期很多 然後這種車尤其會發生在一些比較大排氣量的車 因為大排氣量的車 當初他們新車買的都很貴 都很貴的 那都兩百幾萬 三百幾萬 四百幾萬 貴的要死 然後現在你如果跟他說剩30萬40萬 哇乾他媽晴天霹靂 他沒有辦法接受這個事實你知道嗎 他真的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我們還蠻常在遇到這種狀況 所以我只是要跟大家分享說 有時候我們在FB上面 在看一些人家在賣的這個文章裡面的時候 你其實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其實很多啦 我們真的會遇到這個 有時候遇到這種 他覺得價差太大的客戶 我們也只能就是讓他先去比較一下 然後他心裡稍微平復了一點 然後他就開始決定說 看是要冷痛割捨 還是留著當船價自保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像彥傑是應該四五年前吧 跟小事買車的 然後前一陣子跟我講說 他屁股被人家撞到了 因為他跟我買了六年 那他遇到車子的一些被撞啊 這些問題他還願意打給我 我就覺得很開心 其實曾經有一些這個車行的朋友 來找過我說 欸可不可以來跟這些後輩分享一下 這個二手車到底該去做 那我說像彥傑這個就是很好的例子 我覺得賣車與否賣車對我來說不是最開心 其實我最開心的就是像這種 三年四年五年 然後還一直持續有在保持聯絡的這些客戶 甚至說他這幾年裡面陸續來跟我換 一直升級 然後看著他越升級越好 甚至他去買新的車子 買新車高級車都沒關係 就像彥傑講他看著我慢慢的成長 那我也是看著我的每一個跟我買過車的朋友 慢慢的成長 中南部很多啊 花蓮啊 高雄嘉義台南 東東都有幾乎佔了三分之一吧 外縣市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說 欸賣一台車賺的錢 沒什麼了不起的啊 問題是這個人他還存在你的身邊 甚至還有很多的朋友是可以互相幫忙 我覺得現在的車是這樣啊 基本上什麼坡應該都沒有問題 什麼山應該都上得去 快跟慢而已 好不好 呵呵呵呵 對不對 對啊快跟慢而已啊 什麼坡現在的車什麼坡上不去 現在就算1000cc的也都上得去啦 對不對 比較快到比較慢到而已啊 我小時候的那個老車有沒有 真的是有一些坡上不去被倒退 以前的車的引擎的馬力真的沒那麼大 可是從我懂事以來 基本上我覺得沒有什麼山爬不過去 有客人想車換車換過錢 保管內鐵我會讓他換嗎 會啊 其實有時候啊 所謂的碰撞是這個樣子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碰撞這件事情啊 他可能有大小嚴重程度之分 這第一個 第二個還有修復的完整度好不好之分 第三個呢 不管是他修復的完整度也好 或是他碰撞之前碰撞的大小也好 會隨著他車子的殘值年份 跟他的定位不一樣 他有可能會越來越沒有影響 例如說要買一台十萬塊 十幾萬的車你要代步 那你的著重點我覺得 不是在於有沒有換過板件 有沒有考過七 有沒有撞過太嚴重 只要OK 車可以開沒有問題 不用修 撞過又怎樣 我的想法是泡水又怎樣 對不對一台十萬塊是泡水車 只要對方不是用欺騙你的方式賣給你 他有告訴你說有泡過水 但是我修理好 那你開十幾萬的 以十幾萬的車來講 真的沒有問題 有沒有泡水有差嗎 我認為是這樣 真的啦我覺得著重的點是不一樣的 真的有些買要來買十幾萬的車說 啊是不是原小事 啊這是不是手車 啊這是不是原妻 啊小事前車主是男男女 小事他這台車齁 之前我們在原廠保養 一定被買十幾萬的車 你的重點應該不是這一些了吧 對不對我到寧願你問我說 那這個回來還有什麼需要靠材要換的 小事哥有沒有幫我換啊 你有沒有幫我整理哪些東西 讓你回去不要擔心 對不對 我覺得你的重點應該要放在車框上 已經不是在他是不是原期 有沒有考過期 擠手車前車主是男是女 是不是車庫車 這對十幾萬的車 一點都不重要啊 轉方向盤到一個角度會有震動的感覺 偶發性跟轉到底會有撞擊感 是什麼問題比較有可能呢 三腳架或者是方向機的坐桿 或者是方向機本身 那要看他發生的頻率跟這個發生的狀況是如何 傳動軸一般來講 你如果只是原地的打方向盤 那跟傳動軸我覺得他的關係 比較沒有那麼的大 但是有可能啦 因為傳動軸比較會發生在有轉動的時候 比如說你邊轉彎邊轉動 那有可能是傳動軸 所謂傳動軸轉動就是你車輪在動 所以就是你車輪在轉動的狀況之下 你有打方向盤 那就有可能跟傳動軸是有關係的 那另外你還要聽看看這個異音的點 會是在哪個地方 還要去聽音變位 我常常也有接收到很多網友的問題 欸小師哥我在幹嘛的時候 聽到後面會控制 請問這可能是什麼原因 我哪知道 可能你後面裝了一顆棒球再滾來滾去 有可能 因為我就覺得很奇怪啊 就是會問我 你怎麼不找個時間去給人家檢查一下這樣 你選擇在網路上 搞到我不知道怎麼回答你 我也問過說 小師哥我去SUM買了一台某某車 請問我該不該去啟動保固 我怎麼知道 我說我沒有辦法跟你講 這跟保險一樣你知道嗎 我如果現在叫你不要去保保險 結果你出事了 媽你會不會回來怪小師哥 小師哥你當初叫我不要保險 對不對啊我現在叫你保險了 結果你一年過了沒出事 小師哥你當初叫我去保險浪費錢 所以啟不啟動保固這個東西 我真的很難去跟你評估 我很難去跟你建議 我沒有辦法跟你建議啊 我行不要讓你建議 我怎麼給你建議啊 這你就自己選擇啊對不對 那雖然我說的有一些保固的內容 沒有那麼詳盡 可是他還是有一些東西是有保固的嗎 雖然說他保固的內容沒有那麼完整 就像君悅講 可能有很多地方是有耗材 可是還是有嗎 我不能 我如果跟你講說你不要去啟動 結果你壞到這些剛好有保固的東西 那你又回來了 小師哥你當初叫我不要行動 那你看我現在壞了 我沒賺錢沒賺錢沒賺料 車也不是我買你的 我還給你付建議我不太衰 所以有時候這個就可能要自己去判斷 我說我怎麼回答都怪怪的 我還是不要回答你好 我真的沒辦法回答 對啊有時候小師哥 你看這個時候有時候小師哥 我車不是跟你買的媽的 就不太甩我啊什麼 不是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你啊 所以我們現在連回問題都靜靜夜夜 他車不是跟我買的 然後車遇到問題來問我 我還不能不理他喔 我要回答他喔 就像軍樂講 講對沒獎品講錯的媽的 小師還好嘛 常常在那邊連銷我也沒多專業嘛 很尷尬欸 所以我還是盡量說有問題喔 我們都盡量會抽空 抽時間去回答 回答觀眾朋友 就差不多這樣 持續發送正能量 不會啦也是很正能量啊 像昨天有一個客人啊 他說他之前有買了一些那個 喜美的零件 買了喜美零件 他說他車子掛點 他有一些新的喜美的零件 還沒有用 所以他說他拿來送 他不是我們的客人喔 他就是看我們的影片什麼而已喔 他就來送我嘛 送給我 他還帶了四杯咖啡啦 所以人間處處有溫情 人間處處有溫情 好人也是蠻多的啦 如果線上有這個老朋友喔 我們一年一度的中秋節烤肉聯歡晚會 當在九月會盛大的舉行 比較不好意思的是 可能只能開放給我們的顧客 每年我們幾乎都會辦這樣的一個聚會 有跟我們買車的觀眾朋友 都可以來同歡 我們就是來吃吃喝喝 中秋節在十月 那我九月底就辦了啊 南部的也可以啦 有買車的都可以啦 會請人跳舞嗎 是不是 預算不夠好不好 我親自跳舞 哈哈哈哈 好啦時間差不多了好不好 好拜拜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